这个紧当了三年的开国皇帝就要做王国之君了 敌军已经打到长安城下 他依旧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不断给大臣们花大饼 你们谁能腿了赤梅 我封他为安国公 朕封他为护国侯 赏帝千景 奴帝三千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 晚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人愿意站出来 此刻的耕使帝刘玄已经绝望到极点 平日里给这群陆林军高官厚禄 没想到关键时刻都是酒囊饭袋 哎呀 你们倒是说话呀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前方传来战报说刘秀已经将河北的王朗政权消灭 刘玄一听到刘秀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当即就下指封刘秀为肖王 想让他带兵回长安救援 真要了刘秀就不怕翻虫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不敢 危机时刻总有人从中作梗 奸臣李一听要将刘秀召回来可不干了 当初就是他唆使刘玄除掉刘秀刘衍兄弟 并亲手杀了刘秀的大哥刘衍 更是调戏刘秀的老婆英丽华 要是让刘秀回到朝中他必死无疑 如今之际只有投降赤梅君的樊崇才有一线生机 你马上派人去给樊崇崇个信 如果樊崇接受我的条件 我可以打开长安城门 赢他入城 李一的算盘打的可惊着呢 他以为赤梅君都是一群大老粗 皇帝刘盆子更是一个放牛娃奎脸皇帝 自己要是把长安以及传国玉戏给他们 也算是弃暗通明 总比让刘秀回来杀了自己为刘衍报仇后 并准备将刘璇控制在手里作为筹码 可李一不知道的是 刘秀压根就没想过要回来救援刘璇 当初要不是刘璇半路抢了他们的胜利果实 他的大哥刘衍也不至于死去 当务之际就是让繁崇的赤梅君和刘璇的陆林军狗摇狗 自己乘机发展壮大作收渔翁之力 大乱 大志 何时之 等 平定了河北再说 由于赤梅君即将攻入长安 皇宫内也乱作一团 太监宫女们都在忙着逃命 刘璇似乎已经料到了她的结局 要么被陆林军杀死 要么就是被抓起来献给赤梅君 只有逃出宫外才有一线生机 刘璇就这样和皇后韩秀英带着玉玺匆匆逃出皇宫 重新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由于李一这个带路挡给赤梅君打开长安城门 樊崇不费吹灰之力 就带着老婆燕子以及小舅子刘盆子走进了卫阳宫 以后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了 你啊就是皇帝了 可刘盆子却觉得皇帝宝座太吓人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坐 让你坐你就坐 现在就去坐 去 赤梅君的真正当家人是樊崇 要不是非刘幸不得当皇帝 他早就自己称帝了 怎么可能轮到这个放牛的小屁孩 你要不是我的小舅子早就给你一刀了 你给我坐下 刘盆子这才不情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就在李一想将传国玉玺上交给樊崇的时候 才发现刘玄夫妇已经带着传国玉玺出头 于是派王翔前去追赶 很快就追上了正在逃亡的两人 并将他们带回长安准备交给赤梅君发落